金國先生說 沒有台灣問題 只有中國問題 但每一次 中國對台灣進行威脅的時候 馬英九為首的這些國民黨人 都不斷地批判政府 批判台灣 挑釁中國 我要讓全國的民眾 來品品你 國民黨對得起金國先生嗎 對得起 生養他們這塊土地嗎 對得起廣大的台灣人民嗎 國民黨死報 一個中國的神主牌 造成國家認同夫妻 影響國內的團結 過去國民黨是反共的 是要反共大陸 消滅萬惡共委 解救大陸同胞 過去國民黨也曾經帶領國人 打過古林頭戰役 八二三炮戰役 還有一江山大成島的戰役 曾經守護過中華民國 也守護過台灣 但是後來 以馬英九 趙少康 韓國瑜 朱立倫為首的國民黨 不失如何落實蔣經國先生的路線 卻反其道而行 第一點 不但不反共 而且親共 第二嘴巴說要守護中華民國 但是一方面 反對軍購案 背個國防自主 第二方面在政治上又接受九二共識 完全無視於習近平在去年二十大 中共二十大會上已經再次定調 所謂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原則 就是一國兩制 完全沒有中華民國存在的空間 第三個在經濟上 還要重啟福茂 準備開放大量的終身來台 將經濟要再度的鎖進中國 完全不理會台灣社會會遭受多大的衝擊 經國先生說 沒有台灣問題 只有中國問題 但每一次 中國對台灣進行威脅的時候 馬英九為首的這些國民黨人 都不斷地批判政府批判台灣挑釁中國 我要讓全國的民眾來評評你 國民黨對得起經國先生嗎 對得起生養他們這一塊土地嗎 對得起廣大的台灣人民嗎